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严峻 超过3000人病逝 令到全香港的市民人人致危 现在大家应该如何自保免受感染 确诊之后又如何舒缓不适的症状呢 有注册中医就指出 疫情下有10种生果 而令到肺炎 引致喉咙痛加剧感到不适 肺炎者一旦确诊新冠 更容易出现重症 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肺炎可以引致热咳 症状是多龙痰 整个人发热或怕热 喉咙肝痛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的病人 很多都属于这个状态 简单来说 吃以下10种的生果是不会增加感染机会 但就会令到身体处于一个比较热的状态 万一感染新冠肺炎 会加重身体所有的症状 甚至变成重症 病情更加难以控制 暂时介绍10类的生果 令到体质处于平和的状态 就算不幸染上 症状都比较轻微 坊间有说 咳的期间不可以吃铲 有医师就解释 其实铲不太影响肺炎 吃铲咳往往都是因为铲太酸 刺激气管导致咳瘦 又或者是铲的温度太低 这个与冰箱拿出来 或者是冬天的时候有关 刺激气管也可以致咳瘦 但如果病人是吃炖铲 铲皮、果肉等等 加上炖出来的汁液 有类似陈皮化痰 理气的作用 果糖又可以润肺 对病情会有正面的帮助 除此之外 还建议大家可以吃这5种的生果 刚刚吃的生果要味道比较清淡为主 含水量多的水果为二 大家不妨参考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